4月22日 智世之光西汉地灵考古成果 即致敬考古百年展调臣完成 汉文帝霸凌出土的23件组精品文物 首次在汉景地阳陵博物院向公众展出 本次调臣我们借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霸凌考古队最新出土的文物23件组 其中主要有陶勇 车马器 印章以及生活用具等 其中有一枚洛马印 洛马印是当时官府对官府的马 战马 尤其是战马 它管理的一个体现 据了解 该展览回顾了西汉地灵百年考古史 呈现了西汉地灵百年考古成果 展出精品文物百余剑 本次调整新增的霸凌文物包括 溜金车马器 铜印章和各式陶勇等 与汉阳陵及其他西汉地灵有所关联 进一步完善了展览对西汉地灵发展史的全面解读 本次展览我们设计之初呢 就是想展现西汉地灵的考古发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苦于这个汉文帝霸凌的考古成果呢 在我们展览的开幕的时候呢 未能公布 这一次呢 霸凌考古出土的这种文物 这些文物呢 补充到我们本次展览里边 从内容上呢 就是使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更为丰富 在这个展览的体系呢 据悉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汉文帝霸凌 位于陕西西安霸桥区东南部的白鹿园上 以地灵灵园 江村大墓为核心 窦皇后陵 博太后南陵 及陪葬墓等呈拱卫之士 近年来 有序推进的考古工作 为江村大墓及汉文帝灵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 纠正了长期以来汉文帝霸凌位于白鹿园凤凰嘴的惯性认知 更是为西汉帝灵制度严格填补了至关重要的一环